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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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今天是2020年1月4日 那禮拜六 禮拜六沒有新的手遊就找一些測試的遊戲來試玩這樣子 那這款是才不是童話 它應該是一款2D的卡牌遊戲 那註冊的方式我剛剛是使用自行註冊帳號密碼 那帳號需要用那個手機 手機我是隨便用的一個手機 它不需要有收到驗證 所以說如果你想試玩的話還是OK的 那這邊有公告看一下 OK這邊有說嘛 是1月3日的時候正式開啟這個三檔內冊 那只開放到1月10號我一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革靈 革靈 革靈童話 革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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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靈 靈 好 嘴中哈姆 那這邊音效好像沒有 沒關係 就是類似抽到卡牌應該會有個音效 他沒有嘛 那可能還在測試啦 測試階段沒有那麼的齊全 進階場立壓群雄什麼東西 龍人第一 哇 直接就進入戰鬥了 那就開始吧 再大聲一點 點擊目標 然後勒 然後使用技能 可以打兩下 我覺得戰鬥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應該是沒有音效吧 只有音樂而已 就剛剛都是音樂而已啊 然後沒有打擊的音效 應該或是太小聲還是怎麼樣 這不是小木耳嗎 皮諾丘 我本來以為是一些卡牌策略的一些遊戲 結果 它雖然是卡牌 但是感覺還是回合之戰鬥啊 RPG回合之戰鬥 這邊就是把一些童話故事的劇情給亂套吧 全部給它湊在一起 然後這邊是屬性相克 通通都是 紅綠藍 這邊是紅綠藍嘛 然後這邊是黃紫 紅綠藍 它的紅綠藍已經減少了 這個白色的部分 快快死了 好快喔 用這個兩段單體 還是有音效啊 就是因為我 可能我剛剛 聲音開始比較小聲 所以沒有聽到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 戰鬥起來沒有什麼魄力感 沒有什麼臨場感 就是好像很一般 對 升級之後 然後來穿一個裝備 然後這邊來抽抽吧 第一次是免費召喚 诶 怎麼沒東西啊 掛了嗎 不愧是測試遊戲啊 我掛了嗎 不能動啦 哇 哇 那我只能重開了 不夠穩定 好 我重開吧 好的 繼續 那我抽到誰啊 不知道欸 喔 抽到一隻龍是不是 這隻不知道什麼龍 因為我剛剛整個卡死了啊 所以就不知道我到底抽到什麼 然後這個是誰啊 剛剛沒有注意看 這邊的話要40嘛 然後我這邊要50 那我可以用 然後他就扣掉了 然後 為什麼還是我啊 誒 怎麼死掉了 我那個龍還沒用欸 奇怪 那些女角你沒有配音啊 怎麼這個龍就突然有聲音 怪怪的 我是不是自有啦 誒 我自有了是不是 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 看一下設定好了 那又回到首頁之後 又跑出來這個公告 遊戲公告嘛 就是昨天開始測試的 可以來看一下我的狀況 最終哈姆的鐘 他沒有顯示 因為可能是簡體字的關係 他那個字型可能秀不出來 我記得我是叫最終哈姆 這邊就叫最哈姆 好 設置的話 哇 音效已經最大聲了 我是覺得他音效有點小聲啦 那場景可以換 然後這邊是手動自動 可以在這邊切換 那這邊是主線任務嗎 解鎖故事 有可能喔 解鎖故事 好 召喚我們剛剛有召喚嗎 整個卡死了 整個當掉 沒辦法 那目前沒有這些東西啊 沒有這個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他怎麼稱呼 那我現在是有50轉 10點抽的話 會得到這個 星耀英雄 那目前星耀英雄 我這三隻 白雪 公主 灰姑娘 還有黑女巫 這寶箱是什麼東西啊 積分喔 我差才100積分 然後這個是 就是 英雄的機率 好 月橫星移 星移的話是 另外一個寶箱的意思喔 那這邊抽的就是這個 星 月亮幣 有個月亮嗎 是嗎 不是 這月亮幣是金幣的意思 一樣還是用這個幣 這什麼幣我不知道 月橫星移嗎 我們現在在星移 星移的話是 燈神 阿拉丁神燈吧 然後睡美人 咦 這邊也是黑女巫 奇怪 黑女巫兩邊都有 反正黑女巫大概是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的後母吧 不知道 她用拿的南瓜 拿個掃把 不知道是哪個故事裡面的 那 郵件的話看一下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啦 測試 測試的時候 她不太會給福利 不太需要給福利吧 有的遊戲會這樣 那這個有可能是體力值 是不是 有可能 這個還沒有開放商成功呢 有沒有不能增加 我連她叫什麼都不知道 大概是鑽石吧 好冒險就是我們要去通關冒險 然後故事我還沒結束 可能要通關冒險之後 有沒有 1-2 她才會解鎖 我們要繼續打那個冒險 這個應該是聊天室 果然 跟大家打招呼 還蠻多人在聊天的耶 這遊戲還蠻多人在試玩的 大家怎麼那麼積極啊 都玩一些測試試玩的遊戲 那這邊有背包來看一下 應該是沒東西啦 沒什麼東西 有碎片 所以她還是採用那個碎片 來合成英雄 然後也可以升星 的一種遊戲的設定 她的機制是這樣 商店看一下 商店的話我應該是不能購買吧 就是我是說鑽石 鑽石什麼的 那鑽石可能可以透過一些任務啊 可以給 然後我是覺得她這個背景音樂有點悠閒耶 她不是主打 童話故事然後有點灰暗嗎 有點黑暗嗎 一管暗黑的童話故事嗎 那怎麼會放這麼悠閒正面的音樂 這麼輕鬆的音樂 齁 來看一下勇者商店 用這個幣來買這些勇者吧 這些角色 那我沒有 這個幣哪來的啊 還不知道耶 然後這是四葉草 幸運商店 那姑且稱這個叫勇者幣好了 然後這是幸運幣 然後秘境商店的話 要解鎖故事喔 然後限購30分之30 通過秘境可獲得秘境水晶 喔這邊有說 好這邊完成懸賞可獲得幸運幣 OK果然叫幸運幣 好 那因為我剛剛他的 他對我來說畫面比較長 我都專注在上面 我沒看到下面 然後這邊是競技場啦 這是龍玉壁 OK那了解 然後這邊就是重置 重置就是可以 看你不要你就重置他 OK大概是這樣吧 好的 那這邊是總目錄吧 那這邊是總目錄吧 他這個設計還不錯 我就可以讓你所有的目錄 一目瞭然 那目前我們看到就是這幾個功能而已 那現在很多都鎖起來 都鎖起來嘛 就慢慢的通關 通過你關卡就會解鎖 我就知道他要幹嘛了 那我就覺得整個畫面有沒有 是舒服的 因為他是童話故事嘛 只是他是屬於那種比較黑暗的 所以是夜晚的感覺 現在是夜晚嘛 然後音樂的話 有鋼琴聲啊 然後有鳥膠聲 還有流水聲 感覺就比較 輕輕鬆陽光耶 然後戰鬥的時候那個音效有點小聲 我覺得啦 然後這個過場那個鳥 這樣飛過去 我覺得還可以 那來看一下喔 這邊有地圖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那個 仇雲小鎮第一張 那這邊音樂有稍微有點大聲 我可以小心一點 OK這固定的就是三星可以累積起來 開寶箱 我們現在獲得三個獎盃嘛 那我們繼續 我們現在已經上個 上陣兩隻角色 那這邊看起來可以上四隻啦 OK 長按可以看他的狀態是不是 點一下是置換讓你長按 按久一點就可以 看這樣子 這隻是什麼 小火龍 你當 你當你是那個嗎 神奇寶貝嗎 寶可夢 小火龍 你這個樣子像噴火龍了吧 那這邊可以策略一下 就是說看你要打誰 就這樣就可以打了 這是普通攻擊啦 就是你點擊的話是普通攻擊 那 我看一下喔 兩倍應該不能開嘛 待會會開 過這一關會開 然後一隻五號可以開自動 然後你也可以 可以放技能啦 我是可以放技能 我這都一百了嘛 然後我這隻 這隻小精靈叫格林 他也可以補血 可以當做奶媽喔 這明明是噴火龍 好了 升級了 然後獲得這個金幣還有這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十個這個墨水 這算體力耶 為什麼過關他要送我體力啊 好好玩喔 好 他就是怕你體力不夠嗎 那這是金幣囉 OK 那我們繼續 哇所以一隻一有分ABCD關咧 所以他不是一隻一一隻二一隻三這樣子 他是一隻一然後就再分很多小關卡 延長你的那個戰鬥 整個流程 那我就直接這個吧 技能放完之後還可以再普攻一下 就是你的回合才算結束 看起來是這樣 群傷一二一 哇這隻好 血比較多喔 我甚至那個小火龍沒升級呀 感覺好爛 就他這個戰鬥音樂還有那個音效 還有這個感覺 可能還要再優化一下 我覺得玩起來沒有那麼好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啦 不一定說是每個人都這樣覺得 這邊三星條件可以點一下 戰鬥勝利嘛 OK還好啊 這邊有個小Boss 魔王 信息 他是魔王嗎 你應該寫Boss就好了 Boss就頭母啊 或是老闆 魔王 這個翻譯 難道他真的是魔王嗎 看起來不像啊 看起來只是一個 小螺螺而已 你看披風上面還有那個補丁耶 那他的語音到現在就只有那隻小火龍有語音 我覺得蠻奇怪的 這些女生你不配音 然後配一隻小火龍 好 OK這邊在進行這個劇情 那開始吧 先把頭目給幹掉 部分技能可無視元素關係直接破除對方的護盾 什麼意思啊 我們有這個 光耀打擊 可以破盾 OK 好吧就破盾吧 他教我們如何破盾 他教我們如何破盾 喔 破盾之後可以讓我們連續觸發攻擊就對了 這個意思是怎樣 怎麼那麼OP啊 這邊單體傷害297好爛喔小火龍 哇他還會回復自己的護盾喔 這邊是不是 一樣啊兩段單體 破盾 OK 打贏 他是矮人刺客喔 好吧 嗯 還是老問題 我覺得這個 音樂音效 不是太OK 不太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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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我們這邊獲得了一個加速戰鬥 然後解鎖的故事 剛有說嗎 我們解鎖故事 已經完成了 主線任務吧 他獲得了這個金幣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看一下 這叫做歷練結晶 1650 我已經已擁有1650 然後這次再獲得500 可以去抽抽了嗎 他意思要我們去抽抽嗎 沒有 來看一下故事 這邊的故事有灰姑娘嘛 然後白雪公主還有愛麗絲 那我們解鎖了灰姑娘的故事 這些童話故事我們從小都 有很多 看膩了吧 然後很多電影改編 惡搞啊 或是 迪士尼重新 重新翻作啊 都有 灰姑娘就 Sinderella吧 Sinderella吧 那我們點一下這隻 灰姑娘 他媽媽不是後母嗎 又是一個後媽 但是這邊可能會改編啊 自己自己自己改編 什麼 屬老大 我自己沒聽過屬老大 灰姑娘不是 跟那些 動物很友好嗎 什麼松鼠啊 鴿子啊 每天唱歌給他們聽啊 他們會幫他打掃房間啊 什麼的 心地善良嘛 然後兩個姐姐都欺負他嘛 還有那個後母也欺負他 然後後來 他想要參加那個舞會 王子辦的舞會 然後有一個 女巫就出現 然後幫他把那個 南瓜 還有老鼠嘛 變成那個馬車 好我們得到了一隻 精靈鼠 卓越 LV 結果他這個 得到卡牌的時候 他沒有做什麼特效音樂 就 訓掉了 但是我們必須理解 他可能還在測試階段 還沒有正式啊 所以不能不能那個 要求太高 我們就是來試玩他的那個 有沒有什麼Bug啊 要流暢性怎麼樣 像剛剛我抽卡不是Bug嗎 卡住 只能重開 有點慘 那這邊是什麼特技啊 我都沒認真看耶 剛才講灰姑娘 我印象中的灰姑娘是這樣 是嗎 然後因為他必須在半夜12點以前 趕快 跑掉 不然他的魔法會失敗 結果他要留下他的玻璃血 啊 所以我們要重新布陣 所以這個故事模式 我們要重新再布陣一下 然後我們獲得一隻老鼠 一樣嘛 先破盾 這是什麼 釋放 釋放 哇 欸真的耶 跟我說的一樣對不對 我剛是有說他的那個老鼠會變那個 馬車 還有南瓜 對吧 好 這邊可以調兩倍 我覺得不需要 很快 我覺得一倍就已經很快 除非你之後想要開自動 這邊是什麼 降水抗 什麼東西 反正就克制了 應該就死了 OK 一樣嘛 音效不足 打擊感不夠 有我在 沒有解決不了的 然後他都說 給這個 奇怪 給這個配音 老鼠配音 還有那個小火龍配音 還是因為是他最後一集 他把他打死了 然後他勝利了 所以他就配他的音 有做他的那個音效 剛剛是這樣子 他是精靈鼠 我 OK 悲慘的開始 新德瑞拉回到家中 然後你可以繼續往下一張 前進 你是誰 君は誰 他是 是 明目領主 好怪喔 明目 你可以說 幽明領主 或是冥界領主 這明目 死不明目嗎 我沒有聽過明目領主 可能我見識太淺薄了吧 只知道死不明目 這句成語 挑戰他 那 好吧 因為這個都是他們改編的故事 所以就 隨隨隨信 然後這個老鼠還 做個那個 Life2D 你會不會太過分 老鼠你也做Life2D OK他有六排血 應該是BOSS了 哇 直接就 面殺就對了 先消他的盾有沒有 那 我們可以放核體劑 核體劑就剛剛那一招 用馬車衝撞 我是覺得 普普的啦 普普的 這邊有單體的補 我們有沒有受傷 這樣是不是 只能補自己喔 只能補自己喔 那我這隻的話 只能這個吧 我不會死掉 我不會死掉 我快死掉了耶 哇真的死掉了 哇 看來我這是一個必敗的 必敗的局啊 Game Over 所以我要去墓園來送媽媽最後一層 那都沒辦法啦 只能說我打不過他 繼續 這邊又有一個 覺得有點像在看那個故事書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去抉擇你的路線 然後到下一個翻書之後 他就展開來 讓你去進行下一個故事 這邊可以點他嗎 看他是誰 灰姑娘的繼父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有繼父嗎 灰姑娘有繼父喔 真的嗎 喔出現出現 喔剛剛那個是他真正的母親 好真正的母親失掉了 那這是那個繼母和兩個姊姊吧 好壞喔 姊姊 還有繼母 厚媽 有沒有 灰姑娘姊姊 沒有完全沒有名字叫灰姑娘姊姊 灰姑娘繼父 你們都是路人知道嗎 你是某某人的 爸爸某某人的姊姊 這是還蠻可憐的 比如說你 你明明在你的事業上還蠻有成就的 你也算是一個 有點 有點社會成就的人 可是 就不小心點 你的老婆 你的另外一半 是個更有名的人 這什麼東西 先說不知道好 然後 他這邊選人真的會有那個動作 會依照你選人之後 然後來 回饋他的那個字 回饋他的那個劇情 然後結果你的另 回到剛剛話題 結果你的另外一半 他是一個名人 或是 演藝人員 之類的齁 就是他的知名度比較高 然後是 然後你就變成某某人的老公 那種感覺 你就是 你的標籤就是某某人的老公這樣子 OK回到房間 哇這邊有一隻這個 鼠妖欸 點一下 就是我一開始 一開始我不是覺得 說這個遊戲的戰鬥怎麼樣 音樂怎麼樣 音效怎麼樣 但是目前我玩這個 故事劇情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有一種可以跟他們互動的感覺 齁 我的感覺是這樣 比較有靈活的一個劇情 就玩起來你會覺得好像我在互動 那之後就是希望他們那個什麼 音效啊可以改善一下還有背景音樂 就覺得有點 有點 有點 沒有那麼優秀 然後雖然說是卡牌遊戲 但其實就是 回合制戰鬥嘛 直立式的這樣攻擊啊 很傳統的RPG吧 像那個勇者鬥惡龍一樣 也是這種模式 上下 上下攻擊模式 啊所以他們是敵人喔 是支線任務嘛 喔 欸真的是支線任務欸 你們看 從這邊開始嘛 開始 開始 開始跑有沒有 可以慢慢的去解鎖 過關這樣子 這邊是故事 然後 魔王 喔 還不錯喔 他自己瞎掰的故事 自己編 編造故事 然後重溫 喔 就還蠻豐富的 你看光一個灰姑娘 就可以做這麼多 故事副本吧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 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已經30分了 我就不要再慢慢 不要再慢慢玩下去了 就大概是這樣啦 大概是這樣 好的那 一開始只玩冒險的話 我覺得 就很一般啦 我覺得玩起來很一般 那多了這個故事模式 我覺得還不錯 整個加分很多 對這個遊戲我會提升加分 加分不錯 OK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 冒險嘛 冒險的話會慢慢的那個 主線燈舞 你要去 你要去過這樣子 那他是1-1 1-2 但是每一個 章檢有很多那種 前置小關卡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多的耶 拿到1-9 這樣子 真的還蠻多的 OKOKOK 那這一期的試玩 先到這邊吧 那這一款 不是童話 是不是 他是叫不是童話 才不是童話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雖然有一些東西 還沒有 近山近眉嘛 還在測試階段 那希望他正式發售之後 會更好 更好一點這樣子 好的那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